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玩了一隻很久以前的NDS遊戲 就是《明星探柯南》和《金田一》的合作 一隻推理遊戲 我以前小時候都有玩過 但我發現好像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亦都沒有玩過 所以我就玩給大家看 有些謎題我應該都記得 但就太久以前了 應該都有...七年前左右 差不多了 但都... 應該大部份都不太記得 OK 那就玩給大家看 有些如果不是很重要 可能會快飛 OK 從25年前開始這個島的時間 就好像山獸一樣停止了 時間悲鳴 時間齒良在25年後再次轉動 然後緩緩世去時光之星 再一次貫徹整個島 來了 另一場慘劇再一次降臨 25年前的慘望 再一次降臨 雖然畫風上很簡陋 但我現在都很喜歡這些畫風 很棒的畫風 OK 這個就是他的開場 我們不說太多 不說太多 他有一些角色 金田一的角色 美雪 然後這個是阿蘭 然後 小五郎 還有一個警報 還有一個警察 然後一班 明偵探柯南的同伴 然後這個又是警官 OK 明偵探柯南的名言 真相只有一個 金田一的那個名言 謎底已經解開 謎底已經解開 謎底已經全部解開 OK 好 如果沒什麼特別 我就快飛 好 OK 衛南的大海 衛南的天空 這個應該沒什麼特別 總之就是他應該 應該去旅行 我猜是 可以見到海豚 是不是 可能在哪裏游 那些海豚 好 這個是一些 推理遊戲 或者是某些劇情GMS 經常出現的游輪 一定要搭游輪 好 真是游輪 大家不會當這個是觀光旅行 好 我們第一個線索 OK 這個不只是單純的觀光旅行 聽說那個島 發生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件 我們為了調查事件的真相 決定向這個直暗島進發 好 來了 神秘的案件 原來是因為 直暗島? 好 好 就是那個南國觀光聖地 直暗島 一起做研究朋友 讓我去島的船飛 難得機會一起去 算吧 感覺沒什麼興趣 為何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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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然後 然後 遊客沒什麼 幾天後平安回來 那算是不可思議 奇妓的在後面 那些失蹤的遊客 在失蹤之前都看到奇怪的現象 奇怪的景象 關於那個怪異的景象他們這麼說 是同一個直暗島又不是不同的直暗島 同一個又不是不同的直暗島 這是什麼意思 我都不知道詳細 但他們確實看到 跟直暗島一模一樣 簡直是另一個島 當然其他地方並沒有同名的島 他們看到的究竟是什麼 不可能存在的另一個島 連送我船飛的朋友 最受不了這些怪談 於是就把買好飛的送給我 OK 即是他不要就送我來 不算有意思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 稍微去看看 讓我去解開這個謎題 他們又聽到了 南方小島 好 OK 沒什麼特別 這些就是日常的對話 我可以飛過 直暗島在九州附近西南海域的眾多島嶼之一 兩天一班的輪床唯一交通工具 即是兩天才可以打不遲 所以第三個輕 Bao 至少突然呢 同時還有3個小段 其實可以與學問的 這些是主動工具 有問話 遭殘、調查、關鍵詞 靖暗島觀光導遊書上面寫,那個島在變成旅遊勝地之前好像是一個煤炭島 有點不可思議的事件 好,已經跟大家說過了,到處都調查過了,在這個甲板上到處走 去廁所,永遠都是這個藉口,金田一 這就是交錯的兩人 不是,要去廁所嗎? 對,現在要去了 那個男人,雖然目光不算厲害,但令人注意,總好像在觀察我 這麼細微的事都不會放過偵探的觀察眼 不是,應該是我想多 這裡搖身一轉應該就是金田一的視覺 下一,幹甚麼? 我沒甚麼,不過剛才有些令人注意的小孩 雖然廁所沒有洗手,要不要檢查一下 停手 兩位雖然打擾你們親熱,但還是繼續回剛才的話題 好,來了 這裡應該都是說回他的島 他們兩個應該都是來這個島路探險 OK 去南方小路旅行 對不起,大叔 到底為何邀請我們呢?肯定有理由 你還記得島羽美座這個人嗎? 鳥宇美座 美座同學是否中學的同班同學 就是畢業時搬家回到鄉下的人 他寄了一封信 就是這封信 這裡有些特別的線索 就是 金田一軍 突然寄信給你一定行驚 還記得我是你的初中同學鳥宇美座 原諒我突然寫信 但聽說金田一軍解決了很多案件 於是有點激動 所以拜託你呢 我現在居住在這個母親的故鄉直暗島 那個島上有些可怕事件要發生 現在不可以寫得太詳細,拜託幫幫我 請將我的島從可怕事件中解放 船飛就寫給你,到時我會在港口接你 多多指教 總之在金田一就是接到一個同學的請求 想幫忙 將他發生可怕事件 所以為了以防馬我請大叔叫叫他 你也要試試那個黑人真的名字警示說閒話的滋味 你這次欠我金田一 應該不會有事吧 有我在不理會甚麼事都可以立即解決 到時大家可以休假 光戶村阿南這個金田一 兩個名偵探抱著不同的目的都將各自的目標指向直暗 就是這樣,在這首盜輪上雖然彼此都沒有注意到對方 但他們的命運已經交錯在一起 只是現在他們自己還未意識到 在他們的前方,一場慘劇已經拉開罪亡 而且他們也會陷入這場可怕的慘劇當中 第一章,慘劇再臨 還是在現呢?應該是型 嘩,這就是直暗島,真的溫暖 這些日常的東西其實可以飛過 這座島真的會有博士所說的不可思議事件嗎? 要協助調查,的確是這樣 去海濱,他們已經忘記了調查些東西 先去旅館 好,金田一那邊 猜不到這個地方不錯 真的喔,令人很舒適 直暗島聽到我的名字都挺恐怖的 起初以為是甚麼島 真的一個人去過才知道 那個妙處的南國樂園 南國樂園有多不錯的稱呼 在這種氛圍下相隔幾年後在戶的女人 等著我吧,美座 你忘記了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是來玩的 我知道 你說美座提到那件事 不管甚麼事我都搞定 搞定完就去享樂 好了 現在要找美座的人 封信上面寫著他會來接我們 難道因為要很久沒見 所以不敢露面 說不定封信是在玩東西 不會的 畢竟不可能連船票都寄過來 而且封信內容看 根本不像沒事 發生可怕的事 好,看一看信上的地址都可以知道住所 說快出發了 有些東西給你看 看甚麼 我這個就是明星探波南那班人 跌的東西 少年偵探短 我想應該是誰喜歡偵探的年輕人 這個挺好看的 總之先留住他吧 你想做小偷嗎? 不要說這些引人誤會的說話 只是放在我身上 好了,不要再吵了 出發吧 好,根據信上寫的地址 是一個叫直暗小路的街上 即12和12 直暗小路 嘩,很多土產商店 這個就是直暗小路 原來是一條 然後開滿了面向觀光客的土產商店的加油 吾美座住在... 找到了 在那個小店 封花堂 我們進去吧 見到已經成為男子漢 一定會走一跳 進入封花堂 打擾了 沒有人 有人嗎? 沒有人嗎? 沒有人嗎? 就算你治安多好 都未至於開店沒有人提 有沒有人啊? 來啦,來啦 馬上來 夠了,你要買什麼? 不是,我不是來買東西的 你們不是客人 好,抱怨吧 事實上我們有事 想請教你 有事請教我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好,你問什麼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你是不是這間店的大叔 對啊,我們店長 川崎桌 多多字 川崎桌 風花堂店長 其實我們是來找一個 鳥宇美座的女孩 鳥宇美座 美座的朋友 對啊,我是她男朋友 今天 男朋友 你在說什麼 對不起,其實我們是中學同學 我叫七賴美座 這位是堅持 算是這班人的保護人 這位是監護人 我現在收到內訊才來到這個島上 原來是這樣 請問美座 你應該認識他 美座在這裡上班 住在這裡? 可不可以叫美座出來 就說是男朋友來 事實上美座她現在不在 出去做了事嗎? 不是這樣 其實她 失蹤了 失蹤? 什麼事 神隱 美座她神隱了 等一下 娘子這些人會說這些事 在客人面前 神隱? 這個是誰 請問你是 我叫什麼 是崩田娘子 我也是在這裡打工 是美座的同事 美座和娘子好像 姐妹一樣 不過現在不是在想這些事的時候 是漂亮的姐姐 這是 魔飛神隱的案件 可不可以把剛才提到的東西跟我們說過 剛才說美座的神隱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最近這個島有傳聞說神隱 很多人都失蹤了 起初以為是有些人亂作出來的 但美座三日前突然不見了 難道就是傳說中的神隱? 對 莫飛是美座提到的可怕事件就是至神隱? 我不認為現實當中會有神隱這件事 只不過有必要調查一下 三日前失蹤是千則萬確的事 還是早點開著一塊東西調查 請問你們要去找美座 我們現在準備去 但我們這本地人都沒有線索 不用擔心 不要看她的樣子 她的警示廳是刑警 不要看這個樣子 是不用加的 你們刑警 這樣就放心 而且那個顏色眼的阿一 其實她是明偵探金田一奸狀的 明偵探的孫 又是多了 哇 警示廳是明偵探的孫 拜託你了 無必調查美座一下 為了這份信任我一定會找到她 遊戲來了 人物情報已經更新了 有些東西要問 一定要找到她 這邊呢 他們沒話說的 他們兩個呢 啊 但是我怎樣找 先出去吧 現在怎麼辦呢 還是先去收集有關神隱的程度 先從這條街打聽 有沒有問的人 怎麼看呢 都是遊客的人 先問問他們 打了一下行不行 有什麼事 聽說這個島 最近有神隱的案件 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神隱?有什麼事嗎 這真的有趣 哇,好可怕 沒問題 有我在你身邊 阿勇 這個阿勇 有什麼問題 劍慈勇 沒事沒事 和他同名 去其他地方 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金電一 等一下 難道你們知道 我不是啊 完全不知道 不過我們有個好好的情報 你們有沒有去過 海上餐廳 科魯寶爾 那裡很好的 餐廳 謝謝你們的程度 你不要變成他們這樣 你們兩個 不要說一件事 先去燈塔 哇,很有氣派的燈塔 這個燈塔建了很久 就像這座島的標誌一樣 先調查一下 能夠問 能夠問 問問其他人 其實這裡沒得調查 要找人聊天 好 找人 那去 這裡吧 餐廳先 我這個就是海上餐廳 好氣派的 那裡有人 好像是來釣魚 再問問那個人 有沒有聽說過神癮的東西 好 好 打擾了 我可以問你這些 問問吧 這座島發生的神癮 你知道嗎 神癮 神癮 招覽客人 這個座島都已經足夠吸引人 這裡周圍的海灘是煮好的釣魚地方 不行不行不行 不可以再問了 原來減釣魚 謝謝你 我還沒說完 我們告辭吧 直接走了 去沙灘 這裡應該有些東西 很漂亮的沙灘 找到美座之後 我就來這裡燒飯 你說調查? 有案件嗎? 你是 愛這座島派出所的巡景 紅田蟲衫 大家都會稱之我為阿蟲先生 究竟你還自己到處說 這個人真是奇怪 好 親切地叫他阿蟲先生 好 可以問問這個 既然這個人是警察 說不定知道神影案件的情報 可不可以問你一些 可以問 你想知道這座島嗎? 告訴你 這個島以前是煤礦島 25年前的事 那年島民從煤礦當中發現到金塊 這個島以這個為契機 成為了現在的觀光聖地 這麼快? 沒錯 在實行鎖過政策的江戶時代 這一帶的島嶼瞞著幕府 秘密地進行著海外貿易 獲得了巨額的財庫 當時的島民為了不讓他們的財庫 落入幕府當中 就藏起來了 這個就是金塊的傳說 傳說的金塊? 真是令人羨慕 因為發現到金塊 這座島一下子就發展起來了 島上的煤礦在那時關閉 現在已經被人拆除 後來在煤礦的遺跡建立了鄉土資料館 鄉土資料館 鄉土資料館 對呀 剪出了這個島上的紀念品 如果想了解 去看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有個剪館 到神癮了 想問一下發生的神癮 神癮啊 你們都相信這種遙影嗎 一定是那些年輕人作出來的 這些怎麼可以相信 在這個土產商店打鼓的美座的女孩子又失蹤 那怎麼算 你說他 他不會都是一起搞事 不是這個 不可能是這種人 你們認識他的 我們是受到他的邀請才來這個島 他寄來的信寫到明 直暗島上發生了可怕的事件 所以說關於神癮的事情一定不是作出來的 就算你們這麼說 當然我都拼命找他 只是擔心還擔心 不要搞大件事 神癮的騷動 對觀光小多來說是很頭痛的留言 差不多了 是時候巡邏了 到此為止 到此了 結果沒有情報 嗯 情報就是去那個什麼資料館 鄉土資料館 這就是鄉土資料館 說就說建在這個位置上 不過看不出這個地方以前是 真的 完全沒有這個跡象 見到的時候 留一留這個封鎖的礦坑 把它當作資料館一部分不錯 有道理 總之進去吧 進去 這裏就是所謂的展示大廳 這個地方很悶 對這些地方真的不敢興趣 總覺得空蕩蕩 我覺得我們來參觀 觀光客對島的歷史應該沒什麼興趣 大家都忙著休閒和購物 現在可以調查了 首先調查一下這間屋 這裏展示著礦坑相關的物品 只有這麼少 這些東西太少了 整個都是開礦坑的工具 那個礦坑的相關展示物應該是重點 那邊玻璃櫃展示的就是 成為了官官聖地的資料 但用在過去的資料完全沒有 但是以前的相片一張也沒有太奇怪了 那裏展示的只有成為了官官地之後發展起來的 直暗島的資料 完全找不到過去的東西 有沒有注意到 明明這座島是開礦坑 但是跟礦坑相關的東西沒有展示多少 你們都發現了 你們好 這個人很奇怪 問好問好 請問你是 不好意思 突然跟你說話 你們是什麼人 三人組 奇怪的三人組 請教你的名字 我嚇到你就算了 可以理解 很多話要說 你自己在說什麼 我問你的名字 我很抱怨 我知道這個人是壞毛病 很多話要說 勸你不要激怒 這些人激怒起來很可怕 我有一個記者 什麼生切 這個 一早回答就可以了 是的,很抱怨 你有什麼事 你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記者先生 你有什麼事 我都忘記了 我都亂說 希望你們明白 我不是在說廢話 25年前的慘惡 你們都在調查 關於神隱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調查神隱 跟你在場景對話的時候 偶然聽到說神隱的東西 跟蹤我們 等等等等 有理由 難道你都在調查神隱的東西 是的,沒錯 因為這個題材實在太有意思 藍哥樂園發生的神隱 真是怪異興趣 我都在這裡努力找一些有趣的材料 很辛苦 你們是什麼人 看來你不像因為好奇而找 都是的 未進行自我介紹 我是金田一 他是七難美雪 劍持 剛才你說對了 我們並不是單純出於好奇心調查 因為我們的朋友 現在說不定神隱了 你們是說廟與美佐 你知道嗎 聽說過 一個賭文神隱消失了 聽說之後 我馬上說到他打工的商店取材 但被公然拒絕 因為你是個怪人 好奇心 OK 不過你們既然是他朋友 那我把秘密情報告訴你們 秘密情報 什麼秘密 說吧 根據我去調查 今次的神隱事件 和過去發生的事件很大關係 那件事就是 25年前的慘案 應該和今次的神隱事件有莫大關係 25年前的慘案 那件事可不可以說一說 25年前的慘案是什麼意思 25年前的慘案 這些不祥的詞語 果然很令人吊壞口 你們想知道也很合理 不過 我是不會說的 很簡單 因為我都不知道 蛤?什麼? 你都不知道 目前知道的情報 只是在這座島上發現金法的時間 正好在25年前 而某宗慘劇發生的都是 不過感覺很什麼 25年前的慘劇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和這個慘劇 和這個神隱有什麼關係呢? 我本來打算徹底調查這些 但是不知道 打聽得到的 都是沒有聽過這些 完全沒有頭緒 連賭文都不知道 的確很棄手 不過只要繼續 不斷打聽 就可以發現到什麼 直覺告訴我 在這個鄉島資料館 一定有些東西 原來的意思是 就是有些什麼 大概 什麼 都是靠直覺 我說了 不要以為是直覺 這是第六感的東西 總之這個賭 肯定有古怪 這個資料館 賭文說 建在抗坑維積上的資料館 有很多人說 說都沒說就 藉口不 是字不提 根據我的經驗 這個地方一定有古怪 有秘密 疏就來看看 話說這個資料館 怎麼看都很奇怪 明明是開抗坑 但只管一點抗坑的東西都沒有 看來好像刻意隱藏過去 的確這一點我都注意到 不過為何你要告訴我這些呢 一語俗的 這個就是我的目標 我的目的 向你們提供情報作為交換 將你們知道的東西都告訴我 也就是give and get 一蜜換一蜜 有點奇怪 不過呢 如果有人幫忙 都沒有所謂 的確 交換成不成蠟 好啊 OK 至於現在 我們就和這個人交換 一些情報 這個資料館 有點奇怪 就算發生過 他和神人有什麼關係 慘劇 完全不明白 我的神人這個證詞已經獲得了 今天在那邊應該結束了 當我們從這個資料館出來的時候 太陽就馬上下山 於是我們決定前往過夜的民宿